9月12日起 中天綜合台 最新一季 中国好声音4 赫然发现三点蟹 少了十多只 龙虾被偷走六只 损失超过一万五千元 警方调阅监视器 发现这名窃贼 就是65年次 家住卢州的王姓男子 立刻前往搜查 果然在小客车内 找到犯案时 戴着安全帽 以及深色的夾脚拖鞋 先犯被逮后 坦诚犯案 并表示自己 真的很爱吃这些海产 不过经济状况不是很好 才会在半夜下手行窃 想吃新鲜的海产 不花钱用偷的 掏客变偷客 下场就是移送法办 记者朱丁荣张良浩 基隆报导